我真的好想要玩這個超高的雲霄飛車啊 因為這個雲霄飛車實在是太有名了 所以我們排隊排了一個小時都還是沒有排到 前面還有32個人需要等待啊 欸 有人插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以為你花了9RB就可以往前衝這麼快嗎 沒有錯 我們這個遊戲就是課金戰士啊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實況明道我是實況主 嘿樂 今天我們玩的遊戲是ROBOTS裡面的另外一款排隊遊戲 這是過山車也是雲霄飛車排隊模擬系 那因為這次遊戲比較有名啊 所以我們排的隊伍比較長 我剛進來遊戲的時候啊 他還是在第40名的位置 他知道可以容納50個人啊 欸 另外一個人在排隊廁所欸 所以這是排廁所另外一個遊戲製作的囉 呃 OK 他廁所旁邊居然就是雲霄飛車啊 我真的超想要玩的欸 他這就是我看過最高的雲霄飛車了 然後我就因為那邊佔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已經到等級9啦 還可以升級3次喔 可以得快的0.01現金 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他升級到這邊吧 還有商店則是 給你100%經驗值 還有足夠經驗值可以自動剪斷幾下玩家 那自動堆移的還有BIP啦 還有這個俱樂部77 5個快速通道門票加無限公園存取權 就是可以無限玩運銷飛車的意思嗎 總共要3999RB耶 來 讓我來插隊一下吧 借過借過 我現在超想要玩運銷飛車的 有 到第27位囉 然後後面的人居然不會理我 害他們在掛機啊 在這邊排隊排很久了喔 再讓我抬一下 再讓我插隊一下 嘿 哈哈 到了第25位啦 我居然會因為那個25位置 然後變得這麼高興啊 欸 有一個 這個黑色的女生是怎樣啊 她錢也太多了吧 她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瘋狂的插插人家隊啊 她是有多少錢 她應該是破解這個遊戲破解很多次囉 欸 我就知道 這裡果然也有火災警報的課金道具 準備好要大洗牌了嗎 100RB畫下去 噠噠噠噠噠噠 啊 啊 結果怎麼是我被排到後面啊 課金戰士被制裁了啊 我要再買一次這個火災警報啊 我怎麼可能會排到這麼後面咧 再換一次 再換一次 登登登登登 重新洗牌 重新洗牌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就只是我花錢而已啊 耶嘿嘿 結果跟剛剛的位置完全沒有任何的差別啊 我花了 將近200RB 我還是回到24的位置了 看來因為我們這個人數實在太多啦 所以要洗牌真的很困難喔 我在在線切割 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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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到第一名 那不然我們用另外一個課金道具好了 叫做巨模 喔 我們可以 我可以直接跳到第一名喔 那我直接跟第一名交換位置就好啦 對不對 啊第三名喔 這都只能夠到第一名 對對對 我這邊可以讓他交換座位啊 交換座位需要花 啊這個需要400RB啊 這個也太貴了吧 喔喔喔喔喔喔 我本來是想要對他惡作劇的 但他沒想到那個光是交換座位 就要花400RB耶 這實在太貴了 我還不如直接跑到廁所比較好啊 那麼更多的插隊系統的是 10個隊伍 80RB 這好像比較便宜比較划算喔 我們就來試這個看看 插隊10個 我現在就插到好前面喔 然後之後再買5個 插隊5個 39RB 這樣我們這每秒可以賺 喔我現在已經有 2000萬喔 是3億5000萬耶 剛剛講完就變成5億啦 果然越前面的那個錢就越多喔 我就快要可以排過山車囉 我們剛剛本來是要等很久等很久啊 然後再還有一個快速通道 很像迪士尼的那個快速通道齁 什麼77的 他可以不用排隊直接 直接走到之前面啦 直接玩過山車的遊戲 真的有人會花3999RB去買這個東西嗎 你要吃個超級有錢人 才會有辦法買這個物品啊 不然就是讓所有人在裡面 只是要花899RB喔 大家一起玩過山車的話 就是花900RB 我覺得我們這次要當一個好人耶 這次我們如果我們 成功做完第一趟那個 那個雲霄飛車模擬器的話 我們就讓所有人一起搭雲霄飛車吧 來來來 借過借過 讓我到前面吧 讓我到前面吧 啊 怎麼樣啦 讓我到前面比一下嘛 倒數5秒就要讓我 玩雲霄飛車了 這個時候不要給我插隊 耶 終於大到啦 在這邊升級了耶 他是第一人生視角的雲霄飛車喔 喔 怎麼了怎麼了 我終於要衝上雲霄了嗎 左邊那個太陽真的是又大又圓啦 太陽的赤岩啦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雲霄飛車的 欸 還要穿過雲霄嗎 世界上最高的雲霄飛車 就終於被我排隊排到啦 他連升到最高都要花一點時間耶 真的嗎 真的有點久啊 登登登登登登 順便升到第15集了喔 把這個金錢獎益全部都升到這邊來吧 好啦好啦 欸真的到雲霄了耶 直接穿過雲霄這沒問題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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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到最高點了 哈囉 這個是乘務員 還有 來自天堂的 呃 乘客嗎 怎麼還有一個天使在後面啊 要下去啦 唉唷 哇 嗚外 唉唷 唉這太爽了吧 這種360度的 我覺得會吐 好險我現在 По巴士營 grate大燕鷟飛車啊 我現實影片應該先來下...下尿褲子了 居然要直接噴水池啊 這也太爽了吧 哇 唉?阿董來到後世了 欸? 欸? 啊 這個是小彩蛋嗎? 為什麼我這樣搭雲霄飛車會搭到後世啊?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搭一遍嘛 就是我們 等一下會花那個900RB 讓所有人一起搭雲霄飛車啊 所以應該還是看得到那個 剛剛那個後世的喔 Br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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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雲霄飛車搭到直接升級 沒有比這個更爽的事情啦 好啦 我終於撤撤退回來了 呵呵呵 這是哪裡 另外一邊是在排隊的地方 那這裡呢 這還有一個木橋欸 這裡除了看人家打完雲霄飛車之外 還有另外的場所是嗎? 很像派對的地方 嗨 剛剛那個真的很想要玩雲霄飛車那個人也在這裡耶 只有賣一堆罐頭食品 還有 喔 還在更新啊 這還有一個過山洞的啊 這個我就不太想去看了 應該就是餐廳而已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先回到 跳過搭乘 直接回到最原本的地方 喔 按一下可以退出是嗎 就可以重新排隊啦 哇 直接從第一名走到最後一名是這種感覺啊 應該這樣直接排到第39位耶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使用 嗯 所有人都在裡面 大家上車吧 900RB課金道具 耶 大家一起上車吧 這樣子他就不用排隊囉 你們要好好感謝我啊 這是那個課金大佬給你們的一次 大禮物 每一個人都可以玩雲霄飛車 沒有人會插隊的 登登登登 耶 再玩一次雲霄飛車囉 雲霄飛車 就是要大家一起搭才會好玩嘛 是不是啊 做善事 做到 剩到51級了 嘿嘿嘿 ㄟ 又再次見面喔 天堂成物長 後面有個 跟著我大天使 代表說我等一下可能會掛掉嘛 難道我來到了天堂 哇 喔~~~~ 再體驗一次囉~~~~ 獨樂樂不如中樂樂 啊~~~~ 他這個如果直接跑進去的話 是要花多少錢的啊 就是差不多花250RB嘛 但如果你要鎖托進去的話 就要900RB喔 這一定會比較貴啦 Ding 耶 再滑水一次 我們剛剛應該沒有看錯齁 對 這裡面就一定是有個後世嘛 啊 我就知道 所以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啊 他還有三個分岔口耶 會不會迷路在裡面 再升幾下 再升幾下 他那個經驗背書都他大概還不讓我那個升耶 要25等才可以啊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轉這麼多千都不會頭暈喔 看我這個虛擬人偶還算蠻耐暈的喔 好啦 這只有搭完一次的那個雲霄飛車了 怎麼樣 還算還蠻好玩的吧 我看完這個日文是什麼意思啊 算隨便啦 記得好好感謝這個黑樂捏 訂閱我的頻道 說不定你就可以搭到這個雲霄飛車了 各位喜歡遊戲就是有這種好處嗎 要升到第19級了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後面是長什麼樣子呢 他還有二樓可以看 二樓應該是VIP才可以使用的喔 這就是VIP 他現在還沒有更新完 所以他不讓我們過去 OK 總之我們今天實況就先差不多這裡囉 如果喜歡的話請點贊鈴鐺 小小小小的喜歡 請許跟各位同愛 那我們下次的ROBOTS遊戲再見啦 掰掰掰掰 又要再重新排隊一次了